台北青少年桌球公開賽 今天進行最後的冠軍戰 18歲男子組雙打的部分 中華小將洪子祥 李嘉生 兩人不負眾望拿下冠軍 而在稍晚的單打決賽中 洪子祥很可惜 沒有掌握獲勝機會 只拿到亞軍 得分 握拳 中華隊的黃金搭檔洪子祥 李嘉生 終於拿下台北青少年桌球公開賽 18歲男子組雙打冠軍 兩位中華小將在決賽 面對日本的三元陣寵和平井勇模 雙方各拿下一局後 進入第三局 戰況陷入膠著 拼命打到Deuce 最後 中華小將憑著較佳的抗壓性 在地主球迷的加油聲中 敖戰到17比15 驚險的拿下這一局 中場中華隊就嚇著這股氣勢 以3比1贏球 其實洪子祥13號在團體賽時 就跟日本的森元交手過 當時洪子祥落敗 因此這回再度交手 洪子祥特別擬定策略 也收到不錯的效果 跟他們打起來來回的話比較不好打 因為他們輸得比較快 然後我們就是打一些短的 然後下一板以後 下一個人就要準備上手這樣 晚間的單打冠軍賽 彭子祥第三度和森元陣寵交手 很可惜最後被逆轉 以3比4敗北 只拿到亞軍 UGN TV 簡子祥 李艾淳 台北報導